2024年8月28日,扬声大师圣哲曼,你们的多维自我,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哲,扬声传导。 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存在于第十二维度的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存在于所有维度,我们体认到我们之所示的表达并不限于一个自我,也不限于一个维度。 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只是一个恒星系统,一个星系,甚至一个宇宙的一部分而感到受到限制。 我们鼓励你们将自己视为爱与光的多维存有,我们鼓励你们在你们现在所处的维度中超越你们的单一表达。 你们此时甚至不只是第四维度的存在,因为你们正在第四维度中表达,同时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维度中体验自己。 偶尔,你们会表达出你们的第五维度的自我,并且你们喜欢它,正是在那些时刻。 你们可以承认你们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但实际上,所有维度都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只是频率不同,而真正的你们存在于所有这些维度中。 现在的你们体验你们内在的所有维度,但大多数时候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需要专注在你们的内心,才能从内心、体验的层面上理解这一点。 你们注定要超越现实中先前出现的言语、想法和行为。 你们注定要超越自己这一生的成就,而不仅仅将自己视为思想、言语和行动的累积。 你们注定要超越这一切。 你们体验多维度的方式之一是透过冥想,另一种方式是透过传导。 你们可以透过进行疗愈工作、网格工作以及向地球、银河系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送爱来体验你们的多维本质。 我邀请你们现在就收听超越第四维度的内容。 我邀请你们将你们的意识落入你们的内心,看看你们内心能感受到什么是无限的、永恒的。 了解自己不仅仅意味着了解长期以来假装的自己,了解你们自己意味着了解你们真正的自我、你们的整个自我、你们真正的自我。 这又要求你们超越你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 有时,你们会被鼓励去感受自己的真实身份。 就像一盏光、一团火焰、一种爱、一个没有边界、没有限制的存在。 你们想成为无法被放入某个盒子或类别中的那个版本的你们。 你们想了解你们自己是不可分割的, 然后你们才能了解你们的星球和你们的人民是不可分割的。 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并调整到将你们引向源头方向的感觉, 即我们所有人前进的方向,然后走出去,过你们的生活,看看你们可以创造什么, 以及你们可以欣赏和欣赏什么,你们所创造的世界, 以及与你们分享这段旅程的许多其他灵魂。 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 2024年8月28日,光之银河联邦,地球的高光,传导Kellia Wilder, 译者,扬声传导。 祝福大家,在先前的更新中,我们谈到了刚开始的能量进化过程, 来自地球母亲核心的持续爆发,你们亲爱的地球母亲,已经踏上了非凡的转变之旅, 一种在人类存在的核心深处产生共鸣的东西, 你们星球的心脏以强烈而高的频率跳动,预示着人类意识向统一和统一的方向转变, 地球核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振动交响乐,人类的感官通常无法察觉, 然而,从地球内部密室发出的频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种神圣的心跳伴随着宇宙能量的脉动, 在你们的存在中回想,呼唤人类觉醒到一个新的现实, 当这些高频在整个星球上级连时, 他们带来了你们扬升到第五维度的承诺, 这个存在领域超越了物质现实的限制, 邀请你们超越你们的限制并拥抱新的存在方式, 这是一种更高的存在方式, 其中统一性和相互联系占主导地位, 地球正在召唤人类记住他们固有的神性, 地球高频的影响正被身体感受到导致你们所知的扬升症状, 例如疲劳、关节疼痛和消化问题, 扎根于你们的心之中心非常重要, 此外,保持水分和吃高振动的新鲜食物可以帮助这个转变过程,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而且是深刻的灵性上的, 这些能量带来内在的转变, 推动你们走向更高的意识状态, 在这些天国能量的光芒中, 分离的面纱消失了, 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与所有创造物的相互连结, 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 与人类的集体灵魂产生共鸣, 引导你们走向一个以爱和同情为指导力量的新地球, 当你们驾驭这些强烈的频率时, 你们被邀请踏上一段内在发现你们与一切合一的旅程, 这是一个摆脱你们旧的范式并勇抱彼此相互联系的真相的时候, 这是走向团结的旅程, 踏实于你们每个人的内心, 我们知道在这些时刻, 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人类处于和平的地方, 但人类将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同情心, 同理心和理解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团结和统一不仅是理想, 而且是现实, 随着地球的转变, 一个新时代正在来临, 这是一个分裂你们的障碍将会崩溃, 团结之光闪耀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无限可能性的时代, 播撒和谐未来的种子, 拥抱这首宇宙频率交响曲, 让它的旋律引导你们走向更光明的明天, 随着地球的高光之歌的继续, 你们将获得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超越自己的限制并拥抱新的存在方式, 透过与宇宙的节奏保持一致, 你们可以释放集体觉醒的潜力, 走向团结和统一, 当人类共同踏上这趟进化之旅时, 留意地球心脏跳动的呼唤, 拥抱它频率的改变力量, 用心踏出每一步, 知道地球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让你们更接近一个一爱, 同情和团结为指导原则的现实, 现在是时候拥抱变革, 尊重你们的相互联系, 并开始共同创造一个和谐与平衡至上的现实, 在宇宙回响的频率交响曲中, 你们会发现自己的真正本质, 在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宇宙中, 成为光与爱的灯塔, 现在是时候挺身而出, 拥抱着宇宙之舞的美丽, 知晓在团结中, 你们被无限造物主的光所束缚, 以开放的心灵和思想向前迈进, 在天体能量的指引下, 引导你们走向新地球, 在那里爱之高无上, 合一是你们的最终目的地, 我们爱你们, 并庆祝你们内在的光, 我们是银河联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